那师父的弟子基本上也就这么一世了 如果我自己远居的话 我一定不是在人间的 在上面我不会下来了 师父也是总是不放心你们 希望你们好好修 我这里有这么好的师父 我请师父 都是这样的 每个弟子都这么爱师父 师父也很爱你 然后经理的时候我们的眼泪都很愿意上天 不容易的 做师父要爱徒弟 感恩师父 谢谢大家 师父我们爱你 谢谢师父也很爱你们 那个师父不爱弟子 你做什么事 师父真正的爱你们 就是希望以后能够在天上 跟你们永远在一起 我知道 大家很爱师父 师父也很爱你们 我看你们 我昨天一直在哭 我真的不舍得 我觉得 能够让你们开悟 学佛想通想明白 这不是我的责任 我觉得是你们每一位弟子应该尽的责任 希望你们去帮助大家 希望你们好好努力 一定要战胜自己 要战胜身上的疾病 战胜自己身上的毛病 要坚强 有的时候 不一定要师父 跟你们讲了太多 在我的边上 你们多看看师父的白话 伯法 你们多看看 经文 多念念经 跟大家在一起 相互帮助 你们一定会超出六道的 师父相信你们 我天天帮 关心鼓掌 求你们平安 你们大家都是师父的孩子 尤其是看到那些孩子 不好好努力 真的心痛 其实会骂到我 又觉得我最近又很懈怠 你站着两头 现在好了 现在倒是你碰到事情 再哭吧 弟子像师父忏悔 说错太多事情了 听得懂吗 是的 是的 真的 师父就要教育弟子 教育着你们 看看精神 让人家喜欢 对不起 好难过 真的好难过 想想这个众生 怎么这么迷惑 真的心里很难过 就觉得事不事无所谓 但是众生的苦 这是真正的苦 所以我们一定要 舍命来救众生 真的 一定要一事修成 记住 台上下跟你们 永远在一起 不是在人间 是在天上 付出自己的爱 永远不要痛苦 我们一定要 攀上 观世音菩萨 最后的法团 跟着观世音菩萨 能够回家呀 我们好久没回家了 我们失落太多了 我们受的苦已经够了 我们不能再受苦 我们也不想再下辈子来了 所以希望大家借甲修真 让这一辈子就修成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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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